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国家来讲从宏盘角度我们说一个经济体希望实现的经济目标我们说一般是有四个通常我们称为宏盘经济学的四大基本目标那么他们叫经济增长 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说经济增长其实是各国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居民也好政府也好希望实现的一个最根本的目标情况也就是说希望我们的国家来讲 你的经济总量来讲不断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那么经济增长实际上指的是这个国家总体生产能力的增加情况 换句话说指的是潜在产出的不断增长情况 那么什么因素会造成经济增长 一般都是指一国家的长久发展的这种需要上来看各种要素的累积不断增加以及技术进步都会导致这国家总体生产能力的上升那么是潜在产出的增长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来讲我们实际在算一国的经济增长率的时候是按照实际产出的增长来计算的 但是从理论上来讲经济增长实际上指的是一个国家总体生产能力的上升情况 因此它一般属于一个长期概念 那么在短期情况下来讲各国希望实现经济的稳定 那也就是说来讲你的潜在产出来讲的增长应该相对越平稳越好 那也就是说你的实际产出尽量要靠近你的潜在产出水平 尽量减小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那在这种短期过程中也就是说你的潜在产出在既定水平情况下 也就是说你的生产能力在不变经济情况下来讲 希望实现的是充分就业状态以及物价稳定 那么充分就业我们强调指的是失业率并不是为零的情况 而是想要工作的人都能找到足够的工作岗位 这个时候是允许有自然失业的存在 但是不允许有周期性失业 那么对于物价稳定来讲 指的就是这个国家来讲 应该物价水平出现我们所说的可以预期的平衡的增长情况 它并不是说物价水平不增长 而是指相对稳定 增长率是可控 而且能让大家预期到 这个数值来讲一般比较小 也就是说通常低于5%左右 这个我们是一般说的物价稳定的概念 那么这些我们所说的充分就业啊 物价稳定 这两个目标其实指的是对内希望实现的情况 那对外呢 我们是希望实现的是国际收支平衡 那也说一个经济体对外的流入量流出量要相等 本国居民和非居民之间来讲 那也就是说流入和流出的量要一致 那这种情况下当国际市场出现我们做冲击的时候 对国内经济的干扰是最小 仍然要使经济 我们做冲击的时候 要消除整个经济的波动的情况 那么宏观经济学的四个目标里面来讲 经济增长属于长期目标 而在短期上 那么就涉及到了对内目标和对外目标 那这样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来讲 失业和通膨胀问题来讲呢 它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 那也就是说一般非属曲线在短期是成立的 菲利普苏曲线来讲表明的是 在短期行为之中来讲 失业率和通膨胀之间一般存在着替代关系 失业率越高的时候呢 通膨胀率越小 失业率越小的时候通膨胀率越高 那这样来讲 我们是希望实现的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 这两个目标就可以合二为一 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内部均衡目标 内部均衡实际上讲的一个经济体的 总供给与总需求是相等的 既实现有保证的经济增长 又同时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 换句话说 他要实现充分就业的高位收入 实现潜在的产出水平 那么如果内部不均衡 那么现实生活中一般就是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实际产出 小于潜在产出的失业状态 或者有的时候称为衰退状态 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的不平衡情况 指的就是你的实际产出 大于潜在产出情况下 存在着通膨胀状态 那么由于短期非普曲线是成立的 所以这样来讲呢 失业和通膨胀是不能并存的 那也就是说内部不均衡情况下 就是两种不能兼容的 我们说的失业和通膨胀状态象 那么一个经济体的对外的情况来讲 我们实现第二个目标叫外部均衡目标 使的是一个经济体的对外的流入量 流出量要相等的情况 那也就是说它要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那外部不平衡的情况呢 也是两种情况 一个是国际收支的顺差 也称盈余情况 另一个就是国际收支的逆差 也称赤子 那么我们知道国际收支的顺差和逆差 是不能并存的 有顺差没有逆差 有逆差没有顺差 那这样外部不均衡的两种情况 也就出现了 那么对于一个经济体 在现实情况下在运行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 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 都很难实现 通常都是内部不均衡 外部也不实现平衡状态 比如说两个均衡都没有 但是由于内部均衡的两种情况 外部不均衡也有两种情况下 那么搭配起来一共几种情况 四种情况 那也就是说是失业和顺差并存 失业和逆差并存 通膨胀和顺差并存 以及通膨胀和逆差并存 四种情况 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国家 都是在内外都不均衡情况下 很少有某一个均衡的 想内外都均衡 那只是我们所期望实现的最高目标了 在现实生活中 很难实现 既然没有法实现内外都均衡的情况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让它实现内外都均衡呢 那么需要进行政策调整 那么我们可以采取的调整政策硕士手段 通常是有两大类政策调整手段 第一类 我们成为支出的改编政策 那么英文叫 这个呢 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不同的教材翻译的不太一样 有的翻译上叫支出改编政策 也有的翻译叫支出的调整政策 其实都可以 那么它的内容的含义是这样的 是通过政府对于社会总支出的大小进行调整的 就是总支出增加的或者是减小的政策 这个我们称为支出的改编政策 那么总支出的大小其实就是总需求的大小 所以支出的改编政策实际上也会成为总需求管理政策 那么影响总需求的政策包括什么呀 在各国的实际的过程中 我们通常说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都是通过影响总需求 影响经济的 那也就是说支出的改编政策 是有两个手段的 一个是财政政策 一个是货币政策 那么第二大类调整政策手段 政策措施的话 我们称为支出的转换政策 英文呢一般称为 expanditor switching policies 这个switching就是转换的概念 那也就是说 它会通过货币汇率的变化 那也就是说改变总支出的结构 我们知道各国的总支出是分成两部分的 一个是国内的支出部分 很多地方管它叫吸收的 那另一部分就是国外对本国产品的支出行为 那实际上就是进出口了 那这样来讲呢 当本币出现了升值或者贬值情况的话 那么会影响你社会总支出中的 本国的国内支出部分 以及外面对本国的支出部分 会影响他们之间的相互比例的 那这个来讲呢 就成为支出的转换政策 那支出的转换政策实际上就是汇率政策 那么它也是包括两种本币贬值 本币升值的 那这样来讲呢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对于经济进行调控的时候 是有两大类政策工具手段 就是支出的改变政策 支出的转换政策 那么我们要实现的是两个基本目标 一个是内部均衡目标 一个是外部均衡目标 那么到底能不能实现呢 很多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那么其中很著名的一个 我们说解决办法 我们称为丁伯根法则 丁伯根本人呢是数学家 那么他来讲呢 利用数学的方法解决经济学的问题 那么得到了丁伯根法则 丁伯根法则的内容很简单 他指的是人们要为不同的经济目标 指定不同的政策工具手段 那么要达到多少个经济目标 就要需要多少个政策工具手段 需要注意这个政策工具手段 与目标之间是相互对应的 即目标和手段之间一一对应 也就是说第一个目标 要有第一个手段去解决 那出现了两个目标的时候 第二个目标的时候 那么要用第二个手段来进行解决 那一共要有N个目标呢 那需要有N个政策工具手段 与它一一对应其进行解决 这个叫丁伯根法则 丁伯根法则从理解上 其实比较简单 有点像我们数学上解方程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N个位置数 这个N位置数就是我们所说的 N个经济目标了 那么我们要解决的措施 实际上就是方程的个数 那我们清楚要想有为一解的话 N个位置数最少要有N个方程才有为一解 所以这个来讲呢 我们丁伯根法则讲究大致这个情况 为了实现N个经济目标 我们需要有N个政策工具手段 来一一对应的难以解决 那刚才我们谈到了一共两个目标 一个是内部经济目标 一个是外部经济目标 现在我们有两个政策工具手段 一个是支出的改变政策 一个是支出的转换政策 那么正好一一对应 可以解决 一般情况下 我们采取的支出的改变政策 来解决内部失衡问题 而用支出的转换政策 来解决外部失衡问题 也就是说一般的对应方案是这样的 但是现实生活中 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还需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那么我们实际上要区分 在现实生活中 各国由于处于不同的 汇率体制情况下 也就是说在汇率安排的不同 那么我们如何来对应 不同的政策工具手段进行调整 这个我们在下一个知识点中 会继续进行介绍 那关于内外居宏这个概念的 知识点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